野门胡塞武装在25号发表声明指 在阿拉伯海使用了新型弹道导弹 袭击了以色列的船只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就表示 在这一次的袭击中 胡塞武装使用了最新通货测试的新型弹道导弹 对一艘悬挂着利比里亚国旗的以色列船只 进行的精准且直接的打击 英国海事贸易运营组织就表示 拒报未有船员受伤 萨利亚就声称 胡塞武装还会继续发动军事能力 以此来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直到以色列能够停止 针对加沙地带的侵略行动